一張蛋炒飯 作思又想菜福蛋炒飯 咖哩蛋炒飯拿個香 你以為光是點個餐 花十幾分鐘很誇張 這家店的菜單超狂 看完已可別被嚇慌 大概有三五分鐘吧 我還要上網去查一下 應該有幾百 我有看人家留言說 經過看太多太複雜就不想來了 滿滿一張單不是字典 也不是榜單 是一間小吃店的菜單啦 有熟客仔細一算 發現竟然有五百項餐點 原菜單底下還貼滿紙張 都是後續研發的新彩色 老闆說後續還會再增加 基本的那個三十幾個 然後跟炒飯炒麵米粉和粉烏龍麵 然後就是客人就是延伸 我們就直接算了 把它列出來 密密麻麻菜單 老闆說要牢記起來 沒撇步就是多炒多習慣 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 菜單其實都有排列組合啦 以蛋炒飯為例可以加上火腿 肉絲 燻雞蝦仁等肉品 還可以搭配不同的蔬菜或是蛋 其他的類別像是米粉或是河粉 也都是不同的主食加上複食 變化出豐富菜單 還有這間港式茶餐廳 菜單也是超豐富 鮮凍檸茶 流沙奶黃包 還有海鮮豆腐包 都能吃到 魷魚 蝦仁豆腐 燉煮入味 經典飽滿 奶黃包 濃郁內餡 香氣四溢 口渴來一杯 店內招牌 凍檸茶 絲碗奶茶 菜單融合港式及西式餐點 擁有近140道能選擇 一到炸它可以多種變化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很多 其實比如說蘿蔔糕 可以煎可以炒可以炸 複雜對樣性的菜單 考驗師傅的腦力及經驗 還是老化一句多煮多習慣 熱帶業者要稀客 推出超豐富菜單 民眾看了無沙沙 瞬間選擇障礙 不妨問問老闆 哪一個你最愛 特別新聞 時空參與節台北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